大家好,财妈说目前提供的都是财商课堂的内容 每天三分钟学点财商小知识,以前更近一点点 小青的育儿课堂呢,在我们的温度育儿的号上会继续推送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 大家可以在头条上搜索温度育儿点关注就可以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妈的财商课堂 前不久有个好消息啊 很多地方陆续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 最低工资标准大家都知道是保障劳动者本人 及其赡养人口最低生活需要的工资支付的保障标准 目前上海、深圳、天津、北京四地 最低的月工资标准已经超过了2000块 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是2300块,是全国最高的 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北京,22块钱 其余辽宁、西藏、广西等地也均有调整 这对于大家可以说是一个很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了 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啊 有些用人单位会把最低工资标准和单位的标准工资相混淆 目前存在着一些用人单位把加班加点的工资啊 内部福利待遇等等都包含在最低工资内 或者采取提高劳动定额、降低地件单价、任意延长工作时间等手段 来混淆或驱解这个最低工资的内涵 这些行为其实都违反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啊 小青要在这里提醒大家啊 如果你提供了正常的劳动 企业支付给你的工资却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是可以向当地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举报投诉的 也可以向劳动人士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那么最低工资标准上条能给大家带来什么好处呢 大概有这么五点好处啊 首先啊 处于最低工资标准线的工作者的工资啊 肯定会提高啊 另外就是适用期员工的工资也会提高 待薪休假期间的工资也会涨 要提一嘴的是啊 女性休产假的工资 一般会按照公司上个年度的平均工资来发放 如果最低工资标准上条了 那平均工资势必也会有所上升 到手的钱就会提高咯 第四个呢 是失业保险将会提高 这个我说一下 失业人员失业前所在单位和本人累计缴费满一年 不到十年的按最低工资标准的70%发放 满十年的按照80%发放 因为这个最低工资上条啊 失业保险也会相应增加 这一点失业人员可以留意一下 病假期间员工工资也会上涨啊 这个病假期间的工资呢 按照国家规定啊 在规定的医疗期内 企业都是要支付病假工资 或病假救济费的 病假工资或救济费是可以低于工资标准的 但是不得低于工资标准的80%啊 最低标准上条之后啊 病假工资也会随之上涨 这个大家也注意一下 谢谢大家捧场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